好,我們前面講過了機械的手能手橫的觀念之後 我們來做一些練習 這個題目在高中有變成一個公式 變成一個公式 它就說有東西高H長L 然後斜面往上滑,沒有摩擦 請問你到達地面的時候 滑下來到地面的時候的輸出多少 它就很簡單 就是動能換位能 動能換位能,位能換動能 最高的人的時候有位能,沒動能 滑到最低的人的時候有動能,沒位能 然後地旋人手橫 位能換成動能 然後就位能公式叫mgh 共能公式叫這二分之一mv平方 然後就往裡面帶 然後呢 是吧,這答案就是a 答案就是a 很簡單,動能換位能,不如此而已 下一題類似一樣 我們的練習 下一題類似一樣 其實有數字 剛才沒有數字 現在有數字 好,高一公尺滑兩公尺 然後呢 請問你滑到地面的時候呢 數大有多少 為什麼剛才會變公式 就是直接往裡面帶 答案就出來 但是你不用管那什麼公式 你就照剛才的話 照剛才的方法做就可以了 就是位能換成動能 位能換成動能 位能換動能 好,請問你它是多少 最高點的位能 就是最低點的動能 然後 請問你 它應該是多大 它應該多大 它應該多少 好,很簡單很容易就算出來了 我們停車戰界問 我們停車戰界問 你們班應該沒有36號 21 沒有 已經不在了 22 你答案是什麼 你答案是B 請坐 你答案選的是B 剛剛講過了 機械人手橫 因為只受重力 所以機械人手橫 力學人手橫 所以最高點的位能 就等於最低點的動能 數字就這樣算 位能叫mgh 動能叫1mv 然後往裡面帶數字就好 質量多少 高度多少 哇啦哇啦 以後就算出來 速度叫做4.4 所以答案選B 我們剛才的練習 都是高點的位能 換到低點的動能 考試可以倒過來 從低點有動能 問你可以升到最高點哪裡 或者是升到一半 丟上去升到這個高度的時候 動能多少 或者是升上去速度變動的時候 高度有多少 那想法都一樣 學測考過幾題是不用計算的 但是觀念 不管它要算還是不要算 觀念都是一樣 就是機械人手橫 動能加位能 等於動能加位能 A點的動能加位能 等於B點的動能加位能 然後知道動能怎麼算 2分之1m1平方 知道位能怎麼算 Mg H 這個他寫個等式 就可以 就知道了 不管是要算 或是不要算 觀念都是一樣 就是 機械人手橫 這又是我們的這兩個練習 OK 我們接下來要做個練習 剛才的都是只有重力做工 所以能量是手橫的 動能加位能 等於動能加位能 現在加上了摩擦力 摩擦力會損耗 會損耗掉 所以原來的動能加位能 會比後來的動能加位能來的大 因為有損耗掉 但是結果還是一樣的 Total加起來還是會一樣大 Total加起來還是會一樣大 好 所以他問我30公斤 2公尺滑下來有摩擦 定位的時候是不是 請問你 我的熱能產生多少 摩擦生熱損耗能量有多少 好 正常情況下應該是最高點的位能 會等於最低點的動能 正常情況應該這樣子 可是這個東西有損耗 所以會有少掉它 所以之間的差就是少掉的 少掉就是我的摩擦力做的工 就是它所轉換的熱能 所以我就往裡面帶 MGH-2mV平方 數字往裡面帶完之後 就算出來叫做348 所以就表示我們前面的動能加位能 跟後面動能加位能相差348 就是我摩擦力做復工所損耗掉的能量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C 答案選的是C OK 這就是有摩擦 所以換你們做一體有摩擦 10公斤滑下來 掉下來是6 請問你摩擦的有多少 摩擦的有多少 做法跟剛才是完全一樣 不過它的機質用10帶 它的機質不是用9.8 它是用10來帶 那麼請問它是多少 跟剛才一樣 它應該是動能加位能 等於動能加位能 可是它跑掉了 少掉了 為什麼會少掉 因為摩擦力做工損耗 摩擦力做復工損耗掉能量 所以呢 原來的動能加位能 跟後來動能加位能的相差 就是它所少掉的能量 就是我摩擦力所做的工 那麼它應該是多少 它應該是多少 停車站借問 它應該是多大 2號 你的答案 直通上 A 你的答案選A 請坐 你的答案選的是A 剛剛跟你講過了 因為有摩擦力做工 所以力學能不守恆 它會跑掉少掉 因為摩擦力做復工 那麼 最高點的位能 跟最低的動能的相差 所少掉的 就是我摩擦力所做的工 所以摩擦力做工 等於最高的位能 減最低的動能 那麼這就是簡單的 把數字帶進去 位能是mgh 動能是2分其mv平方 然後把它 然後數字帶進去扣就好 巴巴巴巴巴巴 答案就算出來 叫做20焦耳 所以呢 我們答案就是20焦耳 這就是 有了摩擦力之後 有了摩擦力之後 做法其實跟前面也幾乎是一樣的 就還是動能加未能 等於動能加未能 只是現在要多一個所謂的摩擦力做的復工 會有相差就是它的損耗 就是我要的答案 這就是我們做的部分 OK嗎 OK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